甜蜜家园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贤妹也在最后一刻 觉醒出了治天使的最终形态 只见数不清的骨子 从贤妹的身体不断爆出 随后化作巨大的翅膀 一旁同为变异者的凡哥 还在为贤妹的觉醒感到兴奋不如 殊不知下一秒 黑色的羽毛瞬间变成利刃 伴随着炙热的高温 凡哥最终化作了一滩血水 而此时的贤妹已经丧失理智 眼看即将对着同伴出手 关键时刻 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身影 紧紧控制住了暴走中的贤妹 尖锐的羽毛刺进曹叔身体 但他却没有丝毫退缩 在他不断的轻言安慰下 贤妹慢慢恢复了理智 原本漆黑的眼眸也逐渐变得轻盈 可遗憾的是 曹叔却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贤妹看着地上的尸体 过往的记忆犹如电影一般 在脑海中不断赏灰 但他却怎么都记不起对方是谁 贤妹虽说丧失了记忆 但好在也因此活了下来 可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身中树枪的艾姐以及八哥 英强就失败不幸身亡 老爹也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 众人本想将他们葬在公寓后院 结果却无意间发现 老爹找出来的秘密通道 这里原本是用来躲避怪物的 可没想到怪物还没到 围剿变异者的军队却愕然出现 军方承诺只要他们交出贤妹 政府就会提供安全的避难场所 可幸存者们也不是傻子 在这末日之下 哪里还有安全的避难所呀 面对军方给出的空头支票 他们集体躲进了秘密通道 本想趁此机会偷偷溜走 可忘了没想到 一个男人在逃跑途中 意外触发了军队留下的炸药 巨大的爆炸声 瞬间惊动了外面的人 军方误以为他们是要开战 于是立刻对着大楼展开回击 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公寓的大楼很快变得不堪重 眼看所有人即将命丧当场 而此时的贤妹却独自挡在了大军面前 因为她心里清楚 如果自己不主动站出来 那这些人无论逃到哪里 最终都会被军方彻底剿灭 而随着贤妹的防反现身 只见数不清的子弹 犹如雨点一般穿过她的身体 贤妹忍着剧痛 在暴雪中艰难前行 也正是这份保护同伴的勇气 让她逐渐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 随着天色渐渐变亮 这场战斗也终于迎来了结束 但此时的贤妹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被一辆装甲车连夜带离了现场 等贤妹从昏迷中醒来后 这才发现带走自己的不是别人 正是不久前中枪身亡的八哥 原来当初被贤妹绞杀的凡哥 并没有当场死亡 而是靠着变异后血液击生的能力 重新附身在了八哥的身上 伴随着凡哥的再次复活 甜蜜家园第一季的剧情 也在此刻圆满落下了帷幕 可结尾留下的彩蛋 却也为第二季埋下了巨大伏笔 在魏姐的带领下 众人最终顺利逃出了密宝 可没想到此时的外面 却早已被军方团团围住 幸存者们被部队强行带走 但作为拯救众人的魏姐 却主动配合军方留在了部队 至于魏姐到底是在隐藏身份 还是出于什么其他目的 这些问题都没人知道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她冒死从劫匪手里抢走的密码箱 肯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另外就是留守大厅的帅哥 在众人都选择撤离时 他却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废墟之中 或许是累了 也放弃了活着离开的打算 可就在大楼坍塌的最后一刻 帅哥同样出现了感染症状 而从这个伏笔来看 帅哥大概率会和贤妹一样 觉醒出全新的变异者形象 好在官方已经发出了预告 第二季的故事将于12月正式上线 剧中会出现哪些S级的怪物 人类又是否能完成绝地反击 让我们敬请期待